新品牌 主持人 作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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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程乐融 今天访问的是万众瞩目的创作新人 叫做唯李安 哈喽 大家好 乐融老师好 李安好 你好 被剪车好像很像那个电影导演的感觉 对 你有绰号吗 绰号就是Bird 就是鳥 为什么 呃...因為國中的時候我有個同學姓蔡 姓蔡 然後他的綽號叫蔡柏 蔡柏 很多人都叫蔡柏 對對對 然後就有另外一個同學 你別一搞 就幫他取英文名字 就叫蔡Bird 所以我們都叫蔡Bird 然後他會回教我們 什麼什麼bird什麼bird 所以你是微bird 對 然後別人的名字都沒有留下來 只有我的有 所以就變成我的綽號 所以他的反而也沒有留下來 對他的好像也沒有 那你現在都叫他什麼 現在... 現在叫他名字 哈哈哈哈 那是很妙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你也喜歡鳥嗎 鳥還OK啦 沒有...不會討厭 對 可是也沒有養鳥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好 恭喜你出了首張創作專輯 謝謝謝謝老師 就叫做同名嘛對不對 嗯 維里安 首張同名全創作專輯 這裡面的歌是累積了多久的 創作時間 從高中 至少有四五年 四五年的時間 對 最老的是哪一首歌 最老的應該是... 可能是《因為愛》 《因為愛》 《因為愛》跟《陰天的向日葵》 兩個我有點記不起來 哪一個是最先的 因為我很喜歡《陰天的向日葵》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這首歌因為是比較早期 你就沒有那麼愛 或者會認為他好像不是很成熟 會有一點 會這樣 因為我剛才說我喜歡的時候 你就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 我沒有 有 好像嫌棄我的品味 不是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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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陰天的向日葵》 呃... 《陰天的向日葵》 我都會有一些故事 對啊 你要講嗎 不要 沒有啦 沒有 大概是怎麼樣的情況我可以講 但是細節我就不會很想要聽 對對對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還是很... 很...很... 私密的啦 只是我把歌拿出來 可能看大家 有... 有感同身受的地方可以呼應 是 對 其實... 故事也不是那麼重要 對 對 而且也過去了 對 而且現在也有人了嘛 對 對 好 維里恩寺台大外文系 開心嗎 你說 上這個系嗎 是 上這個學校跟這個系 開心嗎 都還...還蠻不錯啊 我覺得我蠻幸運的啦 怎麼說 因為其實也不是每個人 隨隨便便就可以上這個學校 這應該是第一志願吧 蛤 呃...對啦 對一些人來說 那... 呃... 我自己是 那個時候沒有說特別說 一定要上台大 也沒有一定要唸外文 對 也沒有一定 只是那個時候剛好 分數有到 我就申請 然後... 是推真 對推真 然後去考聽說讀寫 然後考完以後 我本來想說我根本不可能上耶 因為題目很難 但沒有想到後來真的就 就還是有上 嗯 就去上了 這樣 後來真的唸了之後發現 其實也不錯啊 就是 雖然裡面都是讀文學的東西 那文學我並不會討厭 但是 呃...文學我把它當 當成娛樂來讀的時候我覺得很OK 但是 如果要我把它當成一門學問來研究 我也覺得有點痛苦 嗯哼 所以你那天以為是去念英語 對很多人都這樣以為啦 對,但是... 他其實是在唸中文以為都是在創作 其實根本不是啊 嗯 在唸很多經典 甚至是小學對不對 嗯 所以你唸得有點辛苦 呃...不會還可以升任 還可以升任 對 好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不唱歌你會考慮做什麼 不唱歌... 可能... 做翻譯吧 有可能 翻譯是一條路啦 然後... 呃... 其他的... 還沒有仔細想過 嗯哼 因為你三年前其實就已經 算是... 嗯 出道了對不對 呃... 對,應該算是 有碰到一個編嗎 算是,對 就是參加了一個電視選秀節目 嗯 要回憶一下嗎 呃...那個時候 呃... 那時候是 是我第一次參加的歌唱比賽 是非常自願的還是被 呃... 被陷害 其實是自願的啦 自願的 因為我大學之前都沒有參加過 所以我就想說 既然上了大學 那就去呃... 試試看 因為他原本是校內的一個比賽 是 對 校園歌喉戰 呃... 那個時候沒有跟... 呃... 一開始還沒有 一開始沒有 就是歷年來 台大都會辦一個校內的歌唱比賽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去參加看看 是 結果沒想到那年剛好 就是跟呃... 電視節目結合 結果就... 就一路就比下去了 所以你到現場才知道 並沒有啦 我是報名完以後 我才知道 而且報名的時候 還有分校內預賽跟... 後來的決賽 所以其實也沒有想說 會進校內的決賽 嗯... 對啊 但是就... 蠻幸運的 這樣子 那時候你都唱些什麼歌 唱別人的歌嗎 對 唱別人的歌啊 唱...呃... 就是... 流行歌 對啊 呃... 你有最擅長的... 最喜歡的歌路是誰 呃... 周杰倫跟陶哲的 我還選蠻多的 對 學是指會... 呃... 我選蠻多的啦 就是唱的時候 對 唱腔 唱腔...呃... 多少也有受他們的影響 對 後來有反應在你的創作上嗎 因為我現在聽你的創作專輯 我會覺得跟他們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呃... 呃... 因為我不會想說 可能一開始我創作作品 多少會 因為開始...呃... 創作的一開始一定都是先有點描摸 是 你自己喜歡的對象 但是...呃... 到後面我會一直逼自己說 其實不要... 要做一點新的東西出來 嗯哼 對啊 就像我做這張專輯 我是希望能夠 呃... 帶一點新的東西進入流行音樂 因為我覺得我做的... 我做的是流行音樂 我不是很... 我不是indie 我也不是很... 故意要取高賀寡 或是幹嘛的 我想要做大家都會喜歡聽的一些旋律 呃... 但是又不想要... 呃... 落入流行音樂原本的一些科究裡面 想要帶一點新的東西出來 嗯哼